黄晓明和baby2015年结婚 当年那场声势浩大的婚礼 震撼了很多人 两人结婚后 育有一个儿子小海绵 两人结婚之前 经常在网络上互动 还算甜蜜 可自从结了婚 两人就像陌生人一样 一同现身的次数 屈指可数 在网络上也不互动了 所有人都怀疑 两人婚姻出现了问题 没想到网友的猜测 是真的 今日黄晓明和baby一同官宣离婚 新年婚姻破裂 两人官宣的文案 是一样的感恩过去所有 未来仍是家人 爱特了对方 都离婚了 也没必要说客套话了 这句话谁都明白 什么未来仍是家人 离婚后 只有小海绵是两人唯一的联系 两人离婚 小海绵的抚养权成最大问题 他是跟着baby生活 还是黄晓明 两人结婚7年 黄晓明照顾小海绵的次数 屈指可数 一直都是baby 带着小海绵 不管是拍戏还是旅游 都会跟他一起 在我印象中 黄晓明和baby一家三口团聚 是小海绵生病 只有儿子生病了 黄晓明才出现 并且看完病后 就独自坐车离开 可见黄晓明这个父亲 做得不称职 如此可见 小海绵跟baby生活 抚养权规baby的可能性更大 相信很多人得知这个事情后 都感到非常震惊 但震惊的同时 又觉得正常 毕竟之前有那么多人猜测 两人已经离婚 没想到真意念了 不管两人感情怎样 只要别伤害到小海绵就好 孩子是无辜的 个人觉得跟着baby比较寒 毕竟黄晓明那么忙 平时也没时间照顾儿子 baby是不是出去旅游 有很多时间 大家认为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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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